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其實鄭安廷開場白已經講了一部份我想講的說話 其實司長你是紀律部隊的一哥 多年我們大家都有交換意見 對於紀律部隊他們的狀況 我們都明白司長你的講述都講到 說因外來的因素是需要做準備功夫 準備好了 這是毫無疑問沒有人去反對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司長你也知道 也記得我很多次都跟你說過 紀律部隊人員都是人 是人一個 剛剛鄭安廷講完那番話 我是非常同意的 過去將近來的二十多年 回歸將近快二十多年 但是特區政府包括你各下紀律部隊 都是仍然對於他們那個狀況 紀律部隊的人士的狀況 房屋的方面 回歸之前他們的部隊所謂福利會 都有屋給他們 是希望解決到他們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房屋 這個就是很希望司長 真是這次來這裡可以講多一點點關於各方面的事情 人員的方面 因為你現在的修改的而且確是會令到加重他們的責任 也都會令到他們的工作量大 我們外來的因素包括天災的問題 也都令到他們做多了很多事情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今次的修改 是局部修改有關軍事法人員的 治安記者局經過這個特別的法例 就會變成 即是不融入6694M 在這裡麻煩你了 6694M的法令對於其他軍事法人員 這個修改 什麼時候可以拿到立法會 這個也都想聽取思想關於這方面的事情 第三就是關於澳門市民 怎樣可以真正將來紀律部隊 包括施警或者治安警察局 多了那個權之後 尤其是現在裡面的法案 有些權限給治安警察局有關政府部門 或者一些一些博企 他們裡面所擁有的信息 他們都要合作和你們去交涉 只是一個條件 是要來配合你們的調查 那這方面怎樣可以平衡 他們所供給 或者民間你們所拿到的信息 是真正的 是會正確去使用呢 這個是不是應該有一個平衡 一個獨立委員會 由我們民間組織知道究竟紀律部隊 是在做什麼呢 令到我們真正知道你們所做 是符合了 無論是司法的要求 去領導有關那個調查 或者你們在調查過程之中 沒有足夠有證據去檢察院 那這個過程之中 有沒有一個制度 有一個制度 有一個機構 市民可以 除了經紀錄會 因為他有一個獨特的責任 和一個獨特的任務去做這個工作 是不是適宜擴大他們那個組織的能力 令到也都可以今時 今日 治安記者局將來 那個權限大了之後 也都可以平衡到裡面 使得澳門市民都安心 生活 謝謝